是是因為朋友的筆電 那他需要升級SSD 那他的筆電是聯想的Adelpay 310-H15-IKB的信號 那他有這台筆電有DVD關節機 所以我需要把他原本的HardD 放到他關節機的位置 那關節機的位置的話就需要一個轉接的 工具就是這個 那他是9.5mm的轉接 那這個是在也是在原價無買的 那還有副業小工具說明書 然後這個是要塞這邊的 我覺得是這樣要塞這裡 然後把OSD挖到裡放在這邊 然後他裡面這個因為他是一起的 因為你把關節機抽出來 那你筆電可能還是需要有一點關節機 需要關節機 那他這個就是把原本的關節機 放到這個盒子裡面 當作外接的關節機使用 就是還不錯啦 然後這兩個加起來是400塊 399一起 然後因為你穿上去的時候 這邊會會醜醜的 所以他還附這個擋板 那你稍微裝飾用一下 OK 那我們來看 那左邊的部分是金斯頓 A4256GB的SSD 那測量的讀取速度 那右邊的話是筆電上面的 CGET1TB的硬碟 能測到的寫錄速度 和讀取速度 那從一般的情況之下 來看的話 SSD讀取速度到達了491 那寫錄速度到243 那HT的部分 一般讀取的話 是到139 那寫錄部分 是到132 那在4K 4K的部分的話 就差了快 我看要200倍 那我們這邊 我們在還沒更換SSD之前 那我們先開機 測試一下開機速度 要花幾秒的時間 好這時候其實 已經進到 畫面了 不過 這個時候是有速度密碼 那其實我已經按Enter了 那它很頓 還沒有跑出來 OK 然後我就錄密碼 其實我已經按完密碼了 可是它 跑出來的速度 是這麼慢 那即使我們扣掉一些 秒數的時間 扣兩秒好了 差不多要44秒左右 才進到Windows畫面 好我們點擊網頁來看一下 的速度 那Google網頁速度的話 我只點著4K的影片 其中一個影片 就要載錄這麼長的時間 這個是在剛開機之後 我就馬上開Google畫面 然後進YouTube 然後 差不多要 你看這個速度 哇二十幾秒 二十幾秒才進去 這個實在 這個受不了啊 然後 當第一個跑完之後 再點擊其他 下一個影片的話 會稍微快一些些 但是這個速度還是 太頓了 所以這個也是有必要 要換一顆 SSD 剛才我們開啟網頁速度 會這麼慢 我們看一下 我們吃底的這邊 吃底這邊的工作 情況已經接近100%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又要讓他執行 開網頁的動作 會很多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 這邊 主要也是因為 HDD的讀取速度 協助速度會比較慢 那我們更換他SSD之後 相信這些情況會有所改善 沒事 作詐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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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by索兰娅 那因為我們把原本的光澤機拔下來了 所以這個光澤機不要丟掉 我們去買一個短接架 短接架就把它藏上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當外接式光澤機使用 有槍燈嗎 這麼大一個 怎麼塗出來這麼大 好醜啊 好啦就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筆電它的光澤機後面有一個螺絲 因為它可以拆下來 原本在這邊有一個螺絲 然後這個就可以拿來 就是 塞在裡面之後有沒有 然後這個螺絲就可以拿來用了 就可以固定住了 那 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這樣就可以裝了 蠻方便的耶 所以大家這個要記得留著 不要忘記 然後把這個裝到這邊 然後再拿螺絲鎖起來 如果可以 可以裝上去的話就OK 就OK啦 好 把它裝上去 好 再來我們是要把我們的 哈迪的 Windows系統轉移到SD 那我們用的 系統客戶的部分 是用 然後 我們這邊選擇 我們的SD 硬碟 然後 再來是我們的 硬碟1 那我們直接按止息就可以了 好 自信 那這段時間就讓它跑 看它跑多久 好 然後接下來 系統轉移完之後 要 設定BIOS的開 布置順序 齁 那聯想這台 電腦 筆電啊 它要搓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搓上去之後才能進BIOS 這個 還蠻特別的啊 所以要拿一個針去搓 而不是按F2 或是 Delete 的鍵 好 我們 搓一下 然後 出口的話 它就直接開機了 然後 直接進 BIOS的畫面 那我們這邊要 呃 進入BIOS boot menu 然後 看一下喔 那我們現在 boot Windows 有兩個 一個是原本的 secret的硬碟 ETB 第二個是 限裝區的 金色盾 A400的 SSD 那我們選第二個 那這邊的開機速度應該會提升到 提升很多才對 好 這個進步畫面 很快了 好 好 然後接下來 因為這邊有很多區塊 那這些區塊 有些是不能直接格式化的 所以我們直接進 命令 提示 支援 直接做 強迫清楚的動作 ok 然後 再輸入list 答錯了 然後選擇 選擇 10.1 HDD HDD 硬碟 然後再輸入 確定我們是不是選擇硬碟是不是對的 看起來OK 是對的 就發生GB 然後做CLEAR CLEAR 然後這邊CLEAR 又一段的時間 因為有一TB 所以讓它跑一下 好 成功清楚了 那我們回到我們管理去看 然後這邊 全部都清掉了 然後把清掉這部分呢 初始化個適應點 然後選GBT就可以了 然後確定 OK 然後這邊的話 就已經 格式化完成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的磁鐵機 應該是沒有顯示 到我們的本鏡裡面的 看一下 OK是沒有到本鏡出現 所以 這邊的話 因為還沒配置嘛 這邊新增一個簡單磁鐵 下一步 然後就全部分 沒關係 全部給它 然後預設是F 那要改根號 代號 隨便你改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OK 完成 好 那多一個硬碟了 呃 再去本機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一個 新增磁鐵區 然後有1TB 然後這邊以後就可以放我們的 備份資料放到這裡 那整體開機速度 就會提升很多了 好 好 我們看一下 更換SD之後 開機速度 變 的 多快 然後我們進到 小方塊 在 轉圈圈中 然後這時候已經進到桌面了 然後稍微跑了一下 OK 大約花了25秒 那之前還沒有更換的時候 是 差不多45秒左右 那我們一樣看一下工作 管理員的 磁鐵 Loading的情況 好 效能這邊 磁鐵 像是 只有 呃 不到10%齁 只有偶爾跑到30% 不過基本上就是在 呃 工作的情況沒有很重 像之前100%這麼重 好 那 看起來磁鐵的問題是已經解決了 所以我們的 之星 軟體跟網頁的速度 應該會提升很多才對 好 我們點一下Google 然後 看一下YouTube 那我們一樣 找尋4K的影片 4K Videos 那我們一樣點第一個 好 基本上一下都進到播放畫面好 我們 呃 切一下畫質 也是瞬間都完成了 然後 大師這邊的頻道呢 也是 隨便點擊就可以很順暢的點進去 那個 影片的播放 開始播放了 好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在 這個教學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大家剛好這台筆電 要做更換的話 就可以 異樣化葫蘆 其實基本上筆電的 更換方式都一樣了 好 那看起來都挺順的 那這個在櫻霍基本文書處理 跟影音的 的部分 就不會在有之前的卡頓進行 那 希望我的影片 歡迎頻道 屬下方的圖片按下訂閱 右下小鈴鐺按鈕 記得打開 將做更新影片 引擎上通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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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